这个男狐狸怎么这么会啊,又霸道又蠢欲,可事实上,这一段吻戏还是杨子手把手教邓维的,电视剧放的还是太保守了,花絮中的讨论才是真正的还原原著,杨子给邓维讲戏,一边吻要一边看着,看一眼再上手,节奏要慢慢的慢慢的放倒。 好一段讲解之后,两人正式开始走戏,邓维说着台词即将要开始亲吻动作了,反倒是杨子退缩了,不好意思的故作娇羞,别过自己的头,就是让邓维亲不到,邓维招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太难了。 导演引导邓维的情绪,提醒邓维这是一场深吻,要缓一会才有劲,于是邓维融会贯通,先是试探性的一吻,吻嘴角,杨子一顿,本能的退开,邓维得逞的一笑,直接上手拖住杨子的头,吻住另一边的嘴角。 周 tails,周 tails,周 Gleich edge! 周아,周rica,周 born,由来日市亚树越时收了,对! 热烈的持久的氛围 大手一捞 把杨子带到自己的怀里 这一段把原著文字中生动的描写 一五一十的还原出来 足以见得对手系演员 真的是太重要了 跟什么样的人演戏 有什么样的效果 都是相辅相成的 有了杨子的引导 这段戏里的邓薇才放得开 他才能演得好好 他们把小情侣的甜都演出来了 还有那段被男四号王红义助攻的吻戏 虽然离谱 但是架不住真的甜呀 剧里的两个人还在闹着小别扭 而邓薇被杨子看一眼 就已经羞红了脸 邓薇接受采访的时候 被记者问道 他印象中最深刻 最有氛围感的两个名场面是什么 可不可以给这两个名场面起一个标题 邓薇回味了一会 果然还是把跟杨子的第一场吻戏 作为第一个名场面说出来了 龙骨玉表白私定终身的这场戏 是杨子猝不及防的 主动叹起身子吻邓薇 意外情迷间 谁看了谁不迷糊啊 何况邓薇还身在其中 第二个名场面 沐西原谈情说爱 大家讲两个范围感拉满的名场面 然后给这个名场面提一个标题 听到这个答案 才真正能确定 邓薇还真是个狐狸 因为这一场是他主动亲吻杨子 所有印象深刻的名场面都是吻戏 这一定是一吻定情了 众所周知 年下不叫姐 心思有点野 所有弟弟不叫姐姐为姐姐的 都是想要上位 一开始刚进组 邓薇还毕恭毕敬的称呼杨子为杨老师 然后拍着拍着熟悉的在叫姐姐 而这回直播的时候 邓薇便已经联名待姓 称呼的变化 也代表着两人关系的变化 主持人把年下不叫姐这一定律 舞到了两位政主面前 邓薇心知肚明 解释自己是因为 叫姐姐把杨子叫得害羞了 才没有叫了 主持人让邓薇现场怀念一下 叫杨子姐姐 邓薇毫不犹豫的乖乖照做 叫着叫着 还把自己给叫害羞了 脸上的笑容 从来都没有落下来过 这是什么羞涩纯情的小奶狗啊 太可以了 连上叫姐心思也 我知道 身上能还原一下吗 叫一下姐姐 姐姐 自己还羞 好家姐姐 就是叫姐姐来 叫一下姐姐 哈哈哈哈 小姐 哈哈 自己还小姐 好家姐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羊老板确实反应 好家姐姐 哈哈哈哈 邓薇表面看上去是潮的感觉 每一个头发丝都有着女朋友 但事实上 邓薇的的确确和剧中的屠山景是一个属性 随时随地 不仅仅眼睛中的温柔都要流露出来 嘴巴上的甜蜜属性 更是让姊妹非常的害羞啊 虽然杨子出道至今 可以说出演了不少暴剧 但是一直以来 有关于他演技和颜值上的争议始终不断 有人说杨子的外貌普普通通 有人说杨子的演技一般般 这些争议杨子也不是没有关注过 他虽然表面看上去云淡风轻 但终究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通过 改变自己的方式来想让大家喜欢 而杨子的自卑同在剧组的邓维又何尝不清楚呢 邓维每一次都在通过细小的举动和嘴上的夸夸 试图来提高姊妹的自信 可能在其他人眼中的杨子并没有那么好看 可是在邓维的眼中 姊妹就好像是个邻家大姐姐一样 温柔率真 一次在对戏的时候 杨子牵手突然挑逗邓维 而邓维笑得大眼睛 几乎是毫无痕迹的样子 也难怪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磕到了 那么你磕到了妖精夫妇这对CP吗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